你是否曾经见过一些夜间发光的物品,比如手表、玩具、装饰品等,它们是如何实现这种效果的呢?答案可能就是丝铝酸盐。丝铝酸盐是一种无激化合物,其化学式为SRL204。 它是一种白色或淡黄色的粉末,可以用水或有机溶剂制成浆状或涂料。它的特点是在被紫外线、可见光或X射线等电磁辐射激发后,能够持续发出明亮的绿色或蓝色光。 这种现象称为灵光,也就是物质在吸收能量后,以较低的速度释放出能量,形成可见光。 丝铝酸盐的发光原理与其结构有关。丝铝酸盐是一种晶体,也就是有许多相同的基本单元,称为晶包,重复排列而成的固体。 每个晶包中都含有一个丝原子,两个铝原子和四个氧原子。 它们以特定的方式连接在一起,形成一个四面体。 这些四面体又以不同的方式堆叠在一起,形成不同的晶形。 丝铝酸盐的晶形有两种,单斜晶细和正焦晶细。 单斜晶细的丝铝酸盐具有较高的对称性和稳定性,但其发光性能较差。 正焦晶细的丝铝酸盐具有较低的对称性和稳定性,但其发光性能较好。 因此,制作灵光材料时,通常采用正焦晶细的丝铝酸盐。 正焦晶细的丝铝酸盐中,每个四面体中都有一个空位。 可以容纳一个额外的电子。 当电子辐射如此外线,照射到丝铝酸盐时,部分电子会从四面体中跃迁到更高的能级上,形成激发态。 这些激发态电子会被周围的空位所吸引,从而降低到更低的能级上,形成陷阱态。 这些陷阱态电子会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稳定,不会立即返回到原来的位置。 当受到外界刺激,如摩擦、加热或再次照射时,这些陷阱态电子才会重新跃迁到更高的能级上,并在过程中释放出能量,形成可见光。 丝铝酸盐作为一种优良的灵光材料,有许多用途。 例如,安全标识。 丝铝酸盐可以用于制作各种安全标识,如出口、紧急、危险等,以便在黑暗或断电的情况下提供指引。 装饰品 丝铝酸盐可以用于制作各种装饰品,如戒指、项链、手表、玩具、画等,以增加美光和趣味。 生物标记 丝铝酸盐可以用于制作生物标记,如微球、纳米粒子等,以便在显微镜或其他仪器下观察细胞或组织的活动。 丝铝酸盐作为一种灵光材料,有以下优缺点、优点。 丝铝酸盐的发光时间可以达到数小时甚至数天,远远超过其他灵光材料。 发光强度高,丝铝酸盐的发光强度可以达到数百流明每平方米,远远高于其他灵光材料。 环境友好,丝铝酸盐不含有毒或放射性元素,不会对人体或环境造成危害。 缺点 制备难度大,丝铝酸盐的制备需要高温。 高压和特殊的添加剂,工艺复杂且成本较高。 稳定性差,丝铝酸盐容易受到水分、氧气和其他化学物质的影响,导致其结构和性能发生变化。 色彩单一,丝铝酸盐主要发出绿色或蓝色光,难以实现其他颜色的发光。 总结,丝铝酸盐是一种常见的灵光材料,因为它在被光照射后具有持久而明亮的发光能力。 它的发光原理与其晶体结构和电子跃迁有关。 它有许多用途,如安全标识、装饰品和生物标记等。 它也有一些优缺点,如发光时间长、发光强度高、环境友好等优点。 以及制备难度大、稳定性差、色彩单一等缺点。 真的是导致硬的封年特写地的帘域 谢谢观看